莱拉维五胆原体是一种没有细胞壁的小细菌 与其他五胆原体和致原体一样 A-Liloui已被确定为细胞培养生长培养基的常见污染物 五胆原体Liloui是一种格兰式阴性细菌 属于致原体科 夏威夷大学马诺阿分校的研究人员于2019年首次描述了它 五胆原体Liloui在几个方面与其他五胆原体和致原体细菌不同 一,是一种没有细胞壁的小细菌 而其他五胆原体和致原体细菌则有细胞壁 二,已被确定为细胞培养生长培养基的常见污染物 而其他五胆原体和致原体细菌则不燃 五胆原体被认为是细胞培养生长培养基的常见污染物 因为它是一种没有细胞壁的小细菌 这使得它对许多常用来治疗细菌感染的抗生素产生抗药性 此外,A-Liloui已被确定为细胞培养生长培养基的常见污染物 因为它能够在广泛的温度和pH值范围内生长 并且能够在抗生素存在下生存 这些特征使得A-Liloui无胆质原体污染 对细胞培养的影响可能会有所不同 这取决于培养的细胞类型 污染物的浓度以及细胞暴露于污染物的时间长度 A-Liloui污染对细胞培养的一些潜在影响包括 1.抑制细胞生长和增生 A可以透过多种方式预防或控制胆原体介质 1.预防 预防 A介质的最佳方法之一是确保介质在使用前经过适当灭菌 这可以透过将介质在121摄氏度下高压灭菌15分钟 或使用商业灭菌套件来完成 2.控制 控制A的另一种方式